欠银行八十千左右 真的没有能力偿还 银行会不会以此为由宣告它破产 你还是不还的话 你就会接到律师信 你的资金资金是不错的 没有银行愿意借你钱 好 我能做 然后你不做 AKPK之后就不绑你了 你只有一次的机会 所以你也要自救 劝大家没有必要 不要去胡乱地帮大家做担保 很多人就这样子因为担保了 所以就被宣告破产正能用 告诉你 星期日晚九点三十分 留来我们的网站了解详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